太医生水 所有人都是大害 施康城大声说道 都住手 这样打下去的话 云巅就要彻底的毁了 北镇南面无表情的望着下方 易鸿鸣也是面无表情 唯卿寒声说道 李云霄 你真要破坏武绝规则吗 我呸 李云霄面色一沉 吐了一口唾沫 冷冷地说道 本少叫你几身大人 你还真当自己是大人了 在龙家作威作福我不管 在我面前耍花样 弄小聪明 别怪本少扇你的脸 你将易鸿鸣变成鬼修罗 来跟我斗 你当我傻 还是你自己脑子坑啊 这种事我会干吗 唯卿气得脸色铁青 寒声说道 既然你无耻破坏武斗规则 那本作说不得要亲自出手 拿下你了 长袍在原力鼓荡之下 烈烈作响 澎湃的力量散发开 所有人都感到一股窒息之意 纷纷亥然退散 李云霄痴笑道 谁无耻 谁心里清楚 所有龙家之人都清楚 你是圣域执政司 别人怕你 本少可不怕你 若是你继续守规则 我就陪你玩到底 若是你想欺负我 那抱歉了 本少只能扇你耳巴子了 众人全都是额头上冒着冷汗 竟敢如此跟维亲说话 虽然李云霄的身份来头也吓人 但毕竟实力上天差地别 维亲也是气坏了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但他并没有被愤怒激起情绪 反而越发的冷静下来 寒声说道 那位真龙法身的强者 可在你盛气之中 李云霄道 再又如何 不再又如何 维亲道 若是在的话 你今日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不再 抱歉 破军五帝就真的要陨落了 李云霄竖起中指 鄙视道 你压的也只晓得势强凌弱 有本事专挑超凡入胜去打呀 哼 李云霄 你怎么也变得幼稚起来了 这个世界 不适强凌弱 难道还适弱凌强吗 维亲 面带饥讽的凌空踏步 每一下都踩在天地间的频率上 气势越来越强 就让我来会会 那位真龙法身的强者 看看他是否有本事 带你离开天陵 同时我也很好奇 天舞界下何时出了如此一号人物 竟然连我都不曾知道 一道陌生冰冷的声音响起 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 天舞界之大 不是你可以度量的 蝼蚁 所有人都是浑身一颤 那声音当中透露出来的含义 令得每个人都浑身发冷 仅仅是一道声音 就能让诸多强者站立的人 到底会是怎样一种存在 维亲全身心地望着李云霄身后 一道清光乍影乍现 逐渐地浮现出车油的身影 菲尼顿时觉得桎梏消失 那困住他的结界不见了 顿时飞至李云霄的身边 一脸关切之意 哦 看来阁下对天舞界很懂啊 那就给我这个蝼蚁 好好讲解一下如何 维亲慢条思理地说道 只是内心一沉 知道今日想杀李云霄十分困难了 车油吃笑了一声 蒋姐太麻烦了 还是好好地教育一下你吧 好让你知道自己这点微薄的能耐 实在是不够看的 哼 那阁下可得卯足了劲儿 别反被我扇了二八字 那就不好看了 维亲双眸突然寒到了极点 一下子变得如同冰晶一般 嗖的一声闪动 维亲便消失了踪影 车油面色一沉 重重地哼了一声 小李子 滚到一边去 他凌空一抓 一股浩瀚剑翼浮现 猛地横展而出 天空一下被劈成了两半 但却看不见任何裂缝 就像是两个天空完美地拼接在一起 只不过拼接处撕扯力太大 无数云彩和灵气全部涌了进去 小李子 李云霄虽然心有不满 但还是很老实地和菲尼退开数百丈远 静静地看着 好贱 一声赞叹传来 维亲直接出现在车油的面前 画圈在掌心旋转 直接敲了过去 车油抬起左手 一下画出龙形 抓了下去 砰 两人之间 顿时轰出了一道灵压 向着四周蔓延开 那灵压恍惚不定 像是湖面般摇晃起来 车油冷笑一声 身躯开始融化起来 同时杨七手抓住剑 便往围亲的头上斩去 眼前的灵压被直接斩成两半 围亲的一道残影也疏然裂开 还有几缕长发和衣袍在空中飘荡 动作太明显 别丢人了 车油大声一鹤 肠尾猛地往身后扫了过去 砰的一下 只觉得甩在铁板上一般 竟然有些生疼 什么 车油大害 他的身躯可是龙之密宝构成 而龙之密宝乃是真正的真灵之躯 即便是刀剑也能硬抗下来 他的身躯微微一缩 骇然发现对方竟然是五指掐在他的肠尾上 顿时怒吼一声 一脚往身后蹬了过去 围亲不慌不忙 抓住他的肠尾一旋 同时单手掐绝 一道硬绝拍了下去 砰 那硬绝准确无比地 击在车油的小腿颈鼓上 一片龙鳞直接压了下去 渗出血来 车油内心大害 再也不敢有半分大意 须迷无我剑瞬间解崩开 恐怖的剑一激荡 回身就刺了过去 剑身上隐约有龙吟九天 一道借力在四面张开 伴随着那一剑压了下去 这便是传说的龙玉吗 果然十分强大 围亲感受着四周的挤压之力 慢慢地说道 我算是明白了 你也是身怀真龙之血的强者 意外得到了九剑龙之秘宝 这才修炼出了真龙法身 九剑秘宝合一 可以显化真龙 传说真是无聊啊 他抬起手来 一指看似随意地敲了下去 当 指尖打在须迷无我的剑身上 一圈圈的剑光荡开 往四面八方扫去 围亲瞬间身影一缩 暴退十杂 什么 九剑龙之秘宝 这人是真龙法身 四下的龙家之人都是震撼异常 他还能够施展出龙玉来 怕是实力已经不在宗主大人之下了 车游怒横道 事又如何 这副残驱虽然不完美 但杀你已经足够了 又是一剑扫过长空 光芒像是扇形一般斩了开来 没用的 围亲并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只是身体不断地移动 不进反退地闪至车游的面前 冷冷地说道 你拥有的是强绝的肉身 但血脉不够啊 若是能够得到我的改造的话 你将会是最完美的存在 超越一切 完美你妹啊 车游怒骂了一声 剑士在手中一起 顿时天空上金色的光芒不断飞旋 漫天剑幅涌动 隐约之间 画出须弥山的形态 在光芒里沉浮不定 这是 围亲脸色骤变 终于感受到了危险 急忙纵身就退 想走 你不是很厉害吗 车游面色一寒 剑决 斩腰 围亲虽然退得快 但四周龙玉之力 随着那剑士一起提升 将他完全压制住 根本逃不开那剑缸 万里江山 固若金汤 他将画轴一抛 一道绝印打在其上 顿时徐徐展开 一幅江山设计的雄伟瑰丽景象 在四周环绕飞旋 箭直世界展下 整个天空一下被列出万丈勾壑 云巾之上 卢元等人都是脸色发白 早已围成一个阵势 联手加持护山大政的威力 以免在两人的余波牵扯之下 将万年孤傲的天领云巾毁于一旦 嗯 这么扛打 车游吃了一惊 在那渐渐消散的能量风暴之内 围青手中拖着卷轴 傲然而立 青色长袍飘荡 江山设计图似乎灵气大减 感受不到半点波动 大罗筋骨 李云霄一下想起了什么 大声说道 小心点 这思修炼了什么秘法 叫做大罗筋骨 还是在红月城外 宁可围和围青一战的时候 那三世长歌本以为奠定胜局 却不想败在了这大罗筋骨之下 但何谓大罗筋骨 李云霄本身并不了解 什么 大罗筋骨 车友瞳孔皱 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咦 你也知道这项秘术 看来果然有些渊源 围青似乎觉得有些奇怪 将右手放下 拖在手中的江山设计图 一下便收了起来 缓缓地说道 既然知道此数来源 那也应该明白 以你之能是杀不了我的 笑话 车友轻蔑地笑道 别说秘法要术 就算是世界之力 天地法则 真龙之剑也能轻易斩裂 他左手一抓 又是一股浩瀚 又是一股浩瀚威力荡扬开 正是天地无法剑 出现在手中 两剑同时现身 顿时引得一片 龙银震九霄 长空上风气云涌 由真龙虚银 闪现而出 这是 宗主大人的配件 龙家 大多数人都认出了此剑 各个惊骇不已 同时天上传来的那股龙威 仿佛就是跨越亘古而来 直接将上股真龙的威压 穿梭时空传递了过来 龙家之人 哪里扛得住这般龙威 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让他们瞬间跪倒了一大片 只剩下那几名长老 还在苦苦支撑 唯一觉得压力不大的 便是菲尼 他此刻有龙园和凤光 就算是真的有真灵出现 也不能让他屈服 出现了这次 终于